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洪淑芬 新闻的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关于北美区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最新消息 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破700万例 死亡超过40万 发现第一宗病例第100天 纽约州所有地区今天进入重启经济 每日新增新冠确诊数字上 加州 德州 佛州以及伊州 已经超过了纽约 部分失业者被归类为就业 每5月失业率可能超过16% 比公布数据高3个百分点 美国宣布解除部分国家 以及全美39个州的旅游限令 美国居家隔离 关闭学校等限令 避免了至少600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 纽约市每日检测3.5万次 监督疫情是否飙升 抗疫活动期间 纽约市急诊病患量未出现显著的攀升 还没拿到1200元的纾困金 3500万份仍在路上 全美519家赌场重开 进场需戴口罩 走出疫情的冲击逐渐回暖 美国七大城市房市已经恢复到了 疫情前的水平 参加北京学校批准的舞会和派对 德州13名高中生确诊感染 应对新冠全民佩戴位置追踪设备 新加坡3万人连署反对措施 西班牙研究发现 122名住院男性患者中有79%投毒 莫斯科宣布9日起取消自我隔离 重返正常生活 纽西兰最后的患者解除隔离 8日起撤销境内防疫措施 关岛将在7月1日解除对游客的隔离 恢复旅游业 接下来看看最新的疫情数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